丑姐 这两个人就要上台了 拜托 赶快 赶快 好了没有 没有 哎呀 你看他紧张了 不要紧张了什么 上台唱一首歌 你害怕的什么呀你 哎呀 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多人啊 而且 今天我第一次上台 哎呀 来来来 哎呀 台下那些人又不咬你 对不对 坐这么远 看到男的啊 就叫大叔 如果觉得他不够老 叫姐夫 看到女的话呢 叫大姐 好不好 给你红包 你就拿 好 放轻松 深呼吸 嗯 乌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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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郭姐 拜托 拜托啊 再两个人就上啦 万事 拜托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嘿 你今天不上台啊 明天就别来了 可可姐 你不要赶我走啦 我等一下上台唱一首歌 你看哭得像泪人一样的 赶快下台去补补装 待会要上台了 哎 好 可可可姐 你不要这么凶嘛 这样子吓她 我想当年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我还不是都唱到走音吗 我现在不对她严格一点啊 以后她更不敢上台了 更何况 我又没逼她 是她自己来找我帮忙的啊 哎哟 可怜 为了妹妹的学费 要下海唱歌 哎哟 可怜个什么呀 只不过上台唱一首歌而已 我又没叫她去跳脱衣舞 对 可可姐 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 只有你才能把我们的夜守会搞得干干净净的 不带一点颜色 对 这啊 就是我的原则 我就不相信啊 女人非得脱衣物才能赚钱 哎 可可姐 你再帮我一次嘛 我需要你借钱 我要翻本 老虎头啊 我不是不借给你啊 你也太爱赌了吧 你看看 好不容易赚了钱 全部都输了 你何必呢 你跟我说 你要借赌 拜年了 你不但没借 还变本加厉 哎 你知道吗 你这是第四次给我借钱了 我再借钱啊 我就是害了你 不借 拜托 拜托 你再借我一次嘛 我没钱 我怎么翻本呢 我不翻本 我怎么还你钱 翻本 我不要你去翻本 你呀 就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地在这边工作 你的薪水啊 我帮你存起来 六个月你就有钱还我啦 啊 你就是在让我借我一次嘛 我这一次输了 我肯定我发誓不赌了 老虎头啊 你是个男人耶 家里有老婆孩子还要你养你知道吗 哎 小孩要上大学 你还要留点钱 给你养老用 你这钱都咕咚光了 你以后怎么办呢 哎呀 可可姐 这些我都懂嘛 但是你再给我一个机会翻本嘛 不行 如果我再借你钱的话 我就是害了你 不借 好 你不借 我跟蓬莱格的万老大借 你去跟万老大借钱 哎 三分力耶 那是个无底洞耶 你会害死你自己 你头脑清楚一点可不可以啊 哎 我真是把你当作弟弟 我什么都是为你好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跟那个万老大去借钱啊 这个场子啊 明天啊 你就别来了 你的死活啊 我也不管了 Coco姐 Coco姐 你就找两个歌手来陪我们喝酒嘛 昨天三口先生一下飞机我就跟他说 这里是全台北市最有特色的地方一定要来的 等一下他开心了 捐个十万二十万不是挺好的吗 嗯 陈经理啊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家主播沈家慧 给我们红包厂做的报道啊 你没有看啊 我们这啊 是只唱歌 不卖笑 不陪酒 你们的日本人三口先生啊 要找女人陪啊 换个地方吧 干嘛那么硬啊 原则是可以换的啊 如果说不陪我们喝酒 至少聊聊天 跟我们认识认识也可以 做个文化的交流呢 交流 交流 嗨 三口先生啊 你要做文化的交流啊 是的 交流 那我Coco姐 坐在这陪你聊聊 给你做个交流吧 我比较喜欢年轻 swim了 swim了一点 嗨 我们这儿有个好处 有个优点 就是你待会儿要做交流啊 我们可以上台唱歌做交流 我们这儿有英文歌 国语歌 台语歌 还有日本歌 哇 就到后台啊 去跟这个乐队交代一下啊 待会儿再来招呼你了 可可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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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 我本来以为他们单纯是来参加募款餐会 但是没有想到会把场面搞得这么尴尬 唉 没关系 我习惯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红包场啊 是什么 是 陪笑 卖酒 其实啊 我们红包场啊 不是这样 尤其很多男人到这儿 两杯黄汤一下度啊 这个色胆包天耶 唉 我给你讲 跟我走 待会儿啊 我们演出好戏给他们看 来 对呀 教我采访可以 教我唱歌跳舞可不行 主播 我不会叫你唱歌跳舞 我们演出好戏给他们看 走走走 跟我走 演戏 来 Yes 来 来 唱歌是我这一辈子的最爱 我想把这个地方导造成一个家 让每一个人在这边 快乐的工作 快乐的生活 让来这边每一位客人 都能够享受欢乐 感受到爱 我之所以在这里举办这个募款餐会 就是因为我感受到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充满了爱 他们无私的奉献 他们不仅仅是在这里工作 他们还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 还有什么比这样充满爱的地方 更适合的呢 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是的 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好 感谢各位坐到现在还没走 我们东西说 这出戏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大家 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演过戏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 一切顺利 要谢谢各位 真的是 感谢各位 那当然我们最感谢的时候 我们碰到我们的贵人 刘长浩导演 带领我们大家 还有他的团队 我们在这里 谢谢刘长浩导演 也谢谢狼祖云 狼祖民兄弟 那当然我们最感谢的是 让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我们的Sunny 在哪里 Sunny 还有Helen Helen 还有Boy 因为他们的三位努力 其实我从头到尾 我不相信 我到这一刻 我相信他们真的是 画不可能为可能 那今天感谢他们三位 大家也晓得看到 我们所有的这么努力演员 每个都带了一个红鼻子 晓得我们今天 做这件事情 是要帮红鼻子 小丑医生募款 那我个人在去年 因为演戏的关系 所以跟他们接触 才发现他们有多伟大 我跟他们去医院实习 做这个儿童 重病儿童病房 去表演小手给他们看 哎呀 做了两次 每次去半天的时间 我已经累得不得了 但是在第二次我去的时候 为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做 我知道她刚刚开完 好多次刀 然后表演完了 她也很高兴 回来以后没有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晓得她已经 跟上帝在一起了 心里当然万分的不舍 但是还是觉得 我做了一件事情 那红鼻子小丑 他们每天就在做这种事情 去为我们的这个 重病的儿童 去表演小手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有没有明天 我们不知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 在他有限的人生中间 带给他们的快乐 那今天不管是 你花钱买票进来看 或者是我们朋友 请你进来看 我们热烈地欢迎大家 一起来支持 红鼻子小手医生 那外面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的节目单 大家刚才看到 我站在外面的时候 大家不敢接近 因为看到那个箱子 有点害怕 没有关系 五十块不嫌少 一万块不嫌多 等一下走的时候 男士请把皮夹拿出来 有感动把你皮夹倒空 女士把你皮包打开 全部倒空 帮助我们的小手医生 当然把悠游卡 还是要留的 计生车费也要留的 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 谢谢